《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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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這些經文 其實這些文字控制了一開始 這樣就寫一遍 就被經文控制了 第二次再寫又不敢朝野 一直一直被困在這個幹面的圈裡 還有這些參與的維持的東西 這些要不要講 就是講一半不講一半呢 講多了扯得太遠 講少了聽不懂白講 最後我就通通不講 但是我就拿私立說謊 反而你那些概念大家學會沒用的嘛 其實這個私立就是這個 佛教裡面就是有這個名詞 其實做名字也是沒有意義的 反而有個故事 你去擺多也可以 你去擺多怎麼樣能查清楚那些 就這樣講吧 我們說 我用我的角度講 每個老師有每個老師都不同的角 我自己過了自己這一關 你們聽著聽的 那就是你們的 我自己過不了就不行 嗯 我自己感覺如果我自己能過關的話 你們會有事物 對 你先通上了 你先通上了 很清晰 就像我畫個圖 這一點標誌一定很清晰 你還看不懂了 再插畫 再就沒有 那就是 那就 純粹心不在道上 就是 純粹就是 不知道在看啥 我講不清楚 我講不清楚 我講求你 你看不懂 我今天做個大 那個大八道 然後帶海綿來 像個笨蛋一樣的 狀態了 嗯 大不怕 假設在都這麼厲害 誰還怕刀笨蛋 嘿嘿嘿嘿 說啥如有不動 嘿嘿嘿 反正念完好久了 嘿嘿 阿娃 嗯 嘿嘿 那些法官特別嚴肅 拿了一本那個 我們以前那個 那個冷眼中 那個念的和老師的那個 不一樣 不要重重念 嗯 我沒有讀法音 我沒有對法音 我只是對了 就是哪幾個音 可以拿幾個裂接在一起 不要分 斷句 我只有對了 斷句 我沒有對法音 要不一定要斷句再彈一下它 嗯 斷句好改 是啊 沒關係 冷眼中 我可能不是裡邊 有一次吃信冷眼中 是吧 是 前邊不是有個功能 到時候我看我能不能吃一次 因為 但是我現在少著不行啊 如果行的話 我裡邊也加一個我吃的冷眼中 但是我現在還念不下 不是 我也是想念 你那邊是什麼了的 但是我會很快地學會的 很快地錄一次冷眼中 我有一個方法 因為這個 因為冷眼中 有些都與正量有關嘛 就是你就知道它這個正量 次數還是有不同 雖然 對 它正量的時候還是有不同 嗯 嗯 我會唸對 唸錯其實 哎呀你要吃中對 我們現在晚上 你放開 可能大家還是有不一樣 這個 你了解了大佛鼎 如來了義的話 去念冷眼中 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 它在唸的過之後 它的理解是不同的 它是 身心的就理解 對這個咒威的理解不一樣 那個咒威就還敢上 你理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唸出來就是正量 哦 你唸的時候你不讀這個咒 你是你 因為冷眼中 它你必須讀冷眼睛才讀冷眼中 就是說你冷眼 因為它是頭五五 就是 這個代表佛你知道 大佛代表佛法身份最高正量 頂樓 其實到了梵頂樓 就是 就是在 嗯 密宗裡面 梵頂樓打開 已經是法身佛成就了 就是代表佛最高的正量 所以它破梵天咒嘛 梵天就是 就是那個阿南那個咒 不是叫古梵天咒 梵天咒 梵天痘已經在這一塊 它能破這一塊 它一定是在這一塊 所以在大佛底 化身佛之中 而化身佛又是無形無相的 也就是梵頂樓了 就是跟你的身體沒關係 已經在法界 就是它的咒威就是破一切相 就是它的那個冷眼咒 是破一切相的 並不是破梵天咒 所有的相都破 你身心了無寡癌 吃出來才效果強烈 才真啊 心裡這麼有層面 對 你到達那個 你在法界裡邊 你到達那個層面 你持咒 這兩完全不同 你看 你看到人也 再持咒 又不一樣 所有的相都破 佛菩薩什麼都破 法相佛相佛相佛相 真言都破啊 你的咒語都破 比如說你去一個 什麼什麼 設置一個菩薩 或者一個登經菩薩 或者一個 就是大仙什麼 你憋的那些咒語啊 憋的那些 魔幻氣 通通破 這是最高增量 大佛底 先把被提到這個位置上 你提到的那個位置 就是提到那個位置 你就提到頭上來 小心出屁 因為你有我嘛 大佛底是法身智慧 是無我的境界嘛 無我的時候 你在視線出來的東西嘛 什麼 但是唯一的 唯一的就是 其實我關注了 就是按捷的聲音 那個聲音很標準 但是裡面 給我感覺有點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缺失了一些東西 就是不容易 越來越缺失了 但是聲音很標準 音質也很好 真的是標準的 普通話 最標準的博言言 真的是大 真的 最無可憔氣 但是我 當聽到那個聲音 聽到耳朵裡 我鼻子也聽到內在的時候 缺失了靈魂的東西 就是 聖明二節長時間的勞力啊 他不睡啊 空 就是 就是已經麻木了 對於世界的很多東西 甚至 甚至沒有喜怒哀樂 甚至就是 黑色很 它很 那個氣很 有時候還很中正 就是好像提起來 但是黑是黑白是白 有的時候 它一正遲也都好像很正直 很正氣 但是一看 那是沒有力量的 就像一個擺設 那種聲音 就像一個擺出來的東西 就是個聲音 就好像這個人是 沒有力量的 麻木的 乾巴巴的 就是這個人 就是 好像沒有靈魂的感覺 這個靈魂已經就好像 就是 麻木 對這個世界黑白 雖然知道黑白 而且更在意黑白 更在意它就怎麼樣 就是這個世界的邪惡 正義 可以善良 黑啊白啊 分得更清楚 黑就是白 白就是白 但是如此的無力 但是 連無力的感覺都沒寫出來 只是一種麻木 就是我知道 但是我已經麻木了 累的 就是乾了 乾乾的那種感覺 那種 那種 但是你的裡邊就不一樣 我要看一天 每個人 就是 這個與身體有關 一個是心態 有關一個是身體 與他偶爾就是說 睡眠不好 熬夜啊 隨著時間 就是他很多事情 很多東西 他的內心已經 就你透過聲音 你能聽說 他的內心 他對這個世界的 而言我詐啊 人虛偽啊 這些東西 負面的東西 他完全能看清楚 就是他也著了像 早就著了 著著的這種像 已經對他造成了損傷 手傷的時間長了 已經不在意了 麻木了 但是呢 在他內心裡邊 他認為這些東西 甚至有一天 他會拋棄 唾棄這些東西 到這些東西 他看也難得看 好像很正義 但是裡邊缺失了慈悲 但是那種 那種杯 那種杯是帶著善良的 就是他認為自己是善良的杯 但是他不是活生生的那種東西 但也不空 他已經都早下 好像空了 好像塞在裡面 沒東西 但是是乾 乾巴巴的空 就是會偏空的那種 那種 那這種就是 就是一種長時間 就是乾的 空的 那種 說不出來 麻木的 其實還是處於麻木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乾了 這個滋滋 就像那花那個滋滋 長時間的人 就沒水分了 一個人就是有時候缺了精氣 就是那樣的 就是有時候你看一個人的氣語 如果一個人在這個世界熬熬 精氣是缺 尤其是精氣失去的時候 這個人就 事業什麼一些 什麼也沒有 什麼東西用氣就光了 就是沒用了 如果從看相 看氣 氣語學 事業看氣語 就是那種 你消耗 這一點要他休息 他聲音很好 這就是一種樹枝很好 就是這塊料 就底子很好 就是一個 他本身就是用來做這個瓷器的 他就是個很好的瓷土 不是 因為著想把它烤過了 就是本來是做瓷土 本來他能做一個很漂亮的杯子 但這個世界 說這個世界把它毀了也沒有 其實是他自己執著毀了 他有就是 其實我們我覺得 很多的佛弟子是什麼 他有紅髮立身的 就是這種事業 就是他有很遠大的報復跟理想 尤其我覺得生長在東北這一片的人 都有黑土地絕對的 真的是一方水土一方 我發現那些東北的人生啊 或者之所以生長在那邊地方 那邊的人都有遠大的其實理想的報復 都很遠 都是心在遠方啊 就是因為遼闊啊 都很遙遠 而且其實 但是自己又有欲望吸氣的時候 名利琴這些東西其實 有一些執著的追求 因為遠方就是名利琴 整個的滿足好像很潰勵很美好 那些東西好像很大很大 理想報復很大的 很空泛的大 而且就是草原那些決定 而且而且為追逐這些東西 覺得但是但是如果是佛弟子的話 他們又他們需要名利琴 就是因為身體的欲望決定他需要 但是他又不屑 他覺得自己追求 他擁有這些這些東西 好像不是他應該追逐的 他不屑於名利琴 但是他對名利琴有一個不正確的看法 他首先認為名利琴這些東西 不管他是正的還是邪的 他總是認為把時間精力放在追求名利琴這些 金錢名利這些地位上 他覺得這個是有點俗的 在內心深處 但是他又太需要了 因為他那個圓大的 他那個圓化的好大 他又把這個圓化圓 他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他怎麼能化圓呢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資源才能把那個圓化大 這就決定了 有時候如果自己的能力 如果是有限的 每個能力都是有限的 你的人脈 你的資源 你的能力都是 還有福報也是有限的 那麼你的 在你有限的能力下 有限的福報下 有限的精力下 你身體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你的筆如果畫的圓太大 你的資源需要很多才能完成那個圓 而你內心深處又硬 那樣你就會要拼命的去 在這個世界創造這種圓 創造圓 創造有很多錢 創造有很多的利益 不助援 要很多圓 你才能把這個美好的 潰裂的東西完成 但是在做這個過程中呢 自己七七六月又未盡 那可能不斷的也在染 多多少少也在染 就算是那些說 我只是需要完成那件事 但是自己情欲啊 什麼東西 喜氣欲啊未盡的時候 好歹多要染一點 那在這染的過程中 自己在掙扎 又不想染 又還必須做 然後呢又想畫 完成那個圓 但是好像後來發現 那個圓是不是也是欲望呢 所以這就是 不斷的這種矛盾在 就是說 理想 需求 欲望 還是脫俗 所有的一切不斷地在掙扎 其實是自己把自己打裂的 在虛空中打造 不斷地在跟身邊有出的各種 就是智慧不圓滿到處 就是不斷地在戰鬥 就是我覺得生長在東北的 有才的人 如果沒有一個特定的住院 就是說強有力的住院 讓他完成那些事 他想要做的事的話 會活得很辛苦 我告訴你 就東北那一片 因為那片的土地 也有了這樣的一批人 南方人比較實在 南方人他就盯著 今天我下午吃啥 晚上吃啥 他沒有 他不再哭 他跨不了那個圓 又沒有鐵長長 野茫茫的地方 他畫 他沒有那麼遼闊的視野 他一出門就是個小漁村 或者一片大海大海 出海就是 他看見大海的時候 他就想著捕魚 他也沒其他的 想著 他好像就沒有遠大 你看南方人不想當官 沒有說到 就是說 尤其廣東這邊 反正就是 每天過自己 各國各自己的日子 賺點錢 生活唄 就這樣 就一方不同的水 你還活化了嗎 不是 那個圓 搞清楚它是什麼 那個圓是有無止境的 它是什麼 當我們的內心 當我們的很多條件 答不出來那個圓到底是什麼 搞清楚 畫可以 美麗的願望嗎 主要畫嗎 我們只坐在這兒 主不能每天盯著一日三 才活吧 人總是要有夢想的 這樣活得美麗嘛 生活會變得美麗很多 有很多的願望 有很多的夢想 有很多的 教他理想也罷 願望也罷 慾望也罷 夢想也罷 像一個個真的是 像一個個燈籠掛在房底上 沒關係啊 因為那些燈籠 我們的生命 才過得如此的多彩啊 否則每天吃了睡 睡了睡 有啥意思呢 他們每天切薄這個臭皮 然後呢又拉了 然後洗來睡了洗了臉 有啥意思呢 每天你看過的這些日子 過日子沒有說不美 那是開悟的人說的話 如果你不開悟 每天七七六一大堆 你肯定很難出這種 簡單的存付著獲得樂趣 除非你心弱之雖 寧靜到很深的程度 你才能從簡單的存付著 找到一些個人的樂趣 或者一個人開悟了 一個萬物一體了 那從一個小草的生長發芽裡 能生到 就是能起 能體會到快了 那是另一個境界了 問題是當我們還很普通 很世俗的時候 我們創了幾個 挂幾個美麗的燈籠 沒問題啊 理想啊 報復啊 夢想啊 我想當個什麼 小孩子都說我要當個科學家 我要當個飛行員 我要去外星期 沒關係啊 掛啥就掛啥 是吧 我一直說這些夢想 真的不是用來實現的 有時候 我們不是一生疲勞地奔作那個夢想 它就在那裡 就是直接 照耀著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每天 也許我們就活20年 可能我們就是殘疾的 我們有一千個夢想掛在那裡 又有什麼呢 等著下輩子實驗 可能有一次我們就實現了嘛 我們生命短嘛 是吧 那活20年後 我20年我 我創了20個夢想 一千個夢想 我一個也沒實現 又怎麼樣呢 它就在我心中 啊那個夢想好美好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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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聊嗎 為什麼一定要展現著 給大家認可呢 是不是 難道我實現了這個夢想 我就覺得活得有意義了嗎 生命就變得有意義了 而且被別人認可了嗎 我每天登上了月球 就被別人認可了嗎 我到底給誰看了 你的夢想是給你自己創立的 樹立的 你可以去完成 但不是 拼命的 把一生的生命耗在那個東西上去玩 也可以拼命的 說我全身性的這一生 就會完成一個夢想 但是搞清楚那個夢想是什麼 值得不值得 值得不值得 那裡邊你是想給別人認可 看還是 它真的是超越輪迴的 讓你能夠 或者大著 用那自力利他的夢想 或者是什麼 那成佛我覺得是最高的夢想 難道不是 每個人都說成佛 是不是 那能夠自力利他 而且能讓我們 隨隨隨隨的輪迴解脫 我覺得值得去 永生追求啊 其他的夢想 其他的夢想 也就是個夢了 我想當什麼 我想當著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都可以啊 我想要有幾個億 我想要成為一個成功的 我想要成為一個電影演員 我想成為一個導演 我想成為一個什麼 我想做一件能夠有效人力的大師 不可以啊 而且什麼是有效人力的大師 或者是能夠給人力帶來 星球啊 人力帶來很大益處的大師 到底這個事情是什麼 難道我們做 我們做一部電影呢 也是給一部分喜歡看電影的人去 能給他們帶來一些依依 教育 或者娛樂 是吧 我們去淨化水 淨化空氣 或者做一些 不就是做些事嗎 很普通 我想很普通 到底我們是 一直一直一直想到底想幹什麼 想要自己很有名嗎 想要自己很有錢嗎 想要自己很 這些都沒問題 從正向思維開都是對的 但是受傷就不對了 如果已經在裡面受傷了 就要覺醒 就要停下來去思考 而不是一直把這種受傷 藏在心底 一直讓他成為一個頑疾 思考 但是有時候要思考 是要停下來的 我覺得二姐停了好久 一直停了 不過我是突然又想到二姐了 我前面不是說二姐 這個都跟你聊天了啊 隨便聊 咱聊起來了 聊天這個 這個東北這片大大人 東北 東北沿了 是吧 但是就問你是東北的嗎 二姐 二姐也停了很久 就是 就是 休息嘛 但是 我從他聲音裡邊觀察 進步不到 嗯 就是他走出來了 但那種走出來 不是就釋然 不是種圓滿地走出來 是種 不在乎了 無所謂了 我不在乎了 我的痛不在乎了 我的痛無所謂了 我的痛無所謂了 我的麻木也無所謂了 但這個世界是有黑白的 我更清楚 但是我跟你 我以前可能妥協於這種黑 我現在也 我不在意你 你黑就黑 也跟我沾不上別 好像這叫不染 嗯 但是 這個不圓滿 這種 角度 而且自己也無力 我知道這是黑 分得很清楚 但是這是黑嗎 黑 我知道這是黑 這是黑嗎 黑裡面有白啊 是不是 英中有陽 楊中有陽 黑裡面有白啊 你說這個人是個壞人 他真不是啊 你能定性他是個壞人嗎 人家回家跟他孩子很好啊 跟其他朋友很好啊 很仗義啊 就對你壞而已 是不是 你沒辦法呢 但是他是一種 就是我知道這是壞 但是呢 我不靠邊還不行嗎 我不理你 但是 他也不去改變 他 反正就是說 但是 但是 涉及到自我 我們自己利益的時候 唉 他就能 就是圓柔了 社會不二了 就是我們有自己利益的時候 我們或者是 涉及到親情 友情 愛情 自己的情的時候 那麼 我就知道 英中有陽 亞洲有陽了 我就知道 我們不是那麼壞 我們在裡面也有 也有魔 也有邪 但是 當 從自己的家庭走出來 從 不涉及到自己的親人的時候 在外人那兒 黑個還白不白我 一清二楚 黑就是黑 我就不跟你站邊 是不是 然後 我現在反正 我不染還不行 我不理你還不行 我不在乎你還不行 是不是 不去改變 也無力改變 然後慈悲性也沒有 就是 就是在不在一個高度 看這個世界中生 卻卡在那兒 我一直覺得 有時候我們 我們出一個角度看 這個世界 每一道出生 就六道嘛 出六道看 每一道中生都卡在一個圍度 每一道中生都卡在那個幻氣 深不如死 但是大家麻木了 不覺得 佛菩薩看這些開人 哇 這麼苦 尤其我們現在罵天魔道 其實天魔道中生也很辛苦 哇 卡得更厲害 這麼多就是真的是在地獄 地獄般的爆啊 很多就是已經卡在那兒 就是你看他走不出來 他就迷失在那個境界裡 然後呢 苦不看也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最重要的 他不需要你就把 他不會 你拉他 他不伸手的 他覺得 他都麻木了嘛 覺得我就是這樣的 很有個性的 很有自我 我就是這樣的 沒問題啊 我其實已經乾了 就熬乾了 已經 已經 淚也流乾了 都是那樣的 然後你拉 拉不出來 然後自己也在不斷地學習 但是自己那就學習個碰撞 就是沒有佛陀的智慧 跟那個會光的指引 很難的 反正就是我們不做三行 然後很多天人道的人 都是最會修到目前的狀態 就反正我不做壞事 我死了 我能轉到天道去 就是這樣 或者念念佛號 沒轉的 跑到阿彌陀佛的世界 多做三行嘛 就是這樣 但是這不是佛陀的智慧啊 這個 不是釋迦牟尼佛的智慧 可以聊聊 我覺得有些東西 你要跟他們聊聊 你不是我弟子嗎 我聊這些他們弟子 我是跟你們說我們 我沒說你啊 你跟兩個姐姐聊聊嘛 不是拍東西是拍東西 我就是因為 兩姐姐都在無私的做功德嘛 但是這些功德 怎麼能實現出來 讓他們做完以後 不是說有一天他們坐在那兒 去念了我們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覺得 這個張曉霖是如此的優秀 如此的美 坐在那兒如此的優雅 生意是如此的優美 多好聽 不要再讓祝早他們這些東西 就讓他們實實積極踏踏踏心心做些事 安住在那兒 覺得 既不需要感恩 也不需要覺得自己在付出 他們在做他們自己啊 他們自己不是那樣子的 不要再 不要再 在內心一念也沒有這個想法 一念也沒有 去 我們可以 就是說 其實上鏡呢 說我還是在這說 大家去啊 說打敗打敗啊 我還是說啊 你上鏡呢 說把自己打敗一下啊 梳個頭啊 穿個服裝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中正 這是我覺得這是對的 但是最重要是內心你在想什麼 那蠻重要的 我們內心坐在那兒 你在想做什麼 到底在做什麼 你在想什麼 就是 而且你內心 始終真的是渴望 把這些東西傳播出去 讓無聊無邊的宗生受益啊 而且你真的是渴望那些 已經卡在一切處的宗生來欣賞你嗎 他們已經卡在地獄般的苦難中 然後等著他們看著你欣賞你嗎 你認可他們 你既然活著認可他們的欣賞嗎 我們的等級就有 就是什麼 你坐在那兒講法 你穿得好一點 只不過是為了大家 著一下吸一鍋 他們的野球來 是不是 你看你穿個啥衣服 沒問題啊 我坐著打扮一下也沒問題 但是重點是把他們野光吸一鍋來 哪怕他們平頭露燭呢 說你啥呢 好 只要他們看就行了 目的就達成了 最重點是 他們怎麼說你 你都知道他們苦不堪言 眾生苦不堪言啊 真正的都在 都在 他們不懂解脫啊 他們的解脫之心都沒有 他麻木了 佛說 佛不知道說我們開人嗎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苦 麻木了嗎 心麻木了嗎 所以 你一點一點就像那蔥雨一樣 指入他的心 填到他心裡邊那個種子發芽 讓他那個莲花種子發芽 他自己麻木了 突然有一點 突然有一點雨進入他的 就像法語 撒進他的那些 他那乾苦的心裡邊 或者像沙漠一樣的心裡邊 突然有個綠葉也說 好像久違了 久違了 因為他本來就那麼美 哎 好像 好像我什麼 突然就心癢癢的 裡面有點什麼要冒出來呢 就是 就是他本來的樣子要冒出來 或者是 他小時候的 本來的 樸實的 可愛的 從真的 不在意名利的 真的殺 吃著腳買地跑的那個樣子 要冒出來 就是讓他回憶起這些東西 就是觸動他 而如果一個人做人呢 他在念那些東西 或者是 他只是正義凜然的 我理解了這段話了 嗯 我很理解這段話的意思 佛學是很難理解的 大家說其他的說 我理解了這段話 當我 念黑的時候 我正義凜然的 我用我嚴厲的言辭 我把這段黑表達出來 念白的時候 我有溫柔的聲音 把白表達出來 但我心裡是乾的 但我心裡 真有黑白嗎 一個真正的演員 但是當然說 坐在那兒播音是一個演員 是要表達的 因為完全所有的一切 要由他的聲音來詮釋 因為是播音員 主持的播音員 他不是一個演員 就在那兒表演啊 哭啊 他完全是要平靜 因為他平靜的聲音 表達這個起伏動到 表達一些 如果一個人裡邊 帶著慈悲在那兒念的時候 不一樣的 帶著 哪怕是帶著 反正比較起來 假如說是兩個人念 我更喜歡你的聲音 但是你的斷句 遠遠不如二姐 你二姐的專業 你要專業很多 但你斷句啊 重點突出啊 就不如二姐 異陽動錯也不如 但是你的聲音裡邊 有一些厚重的東西 就是 你有些灑脫 有些喜悅 少少有一些東西是 二姐沒有的 知道吧 但是你 但是你 如果 Misa我又說 有這種講法 尤其講法 帶著什麼樣的地基去講 真的差很多的 那就是正量 你告訴我 裡邊的東西 當然說我 談佛法就談到正量了 談其他的就是 如果只念一個電影劇本 我們可以那樣表達 就是野戲嘛 無所謂的 但是甚至一個演員 人家在演一個劇本的時候 也是絕情投入的 但是 二姐現在投入的 只是頭腦 心幹 就是頭腦在投入 這就是黑 我就是我聲音就 馬上就很 哎 沒聽出來 他也在努力的喊 但是這就是白 我唸的時候 哎 但是全是頭腦的東西 就是他有頭腦在判定 在解讀這篇稿子 心呢 就是心性上的東西呢 看不見 麻木的 也蓋的 就是心呢 沒了 丟了 那做著一個傀儡 就是不是真實的 活生生的二姐 我感覺就是一個 波音園 不是一個 說著東北普通話的 說著一個標準的普通話的 一個活生生的一個 甚至不是一個女人 或者是一個修行者 或者是一個活生生的 就是一個 就是相應 就是無法跟那些 東西裡邊相撞相應 或者跟眾生能夠 裂結的 跟所有的聽眾能裂結 他只是在播一篇稿子 而不是跟你裂結 你知道 講法是要跟聞聽者裂結的 尤其佛法的開示 就是盯著你的心在說 他不是盯著你的大腦在說 你頭腦裡面一大堆問題 哪能每天 他盯著你的 他生念的東西 他盯著你的心 心靈在溝通 魂法就是這樣 尤其講經 尤其講佛法 念佛法的東西 他盯著所有眾生的 那種苦 空 空洞的東西 或者卡住的東西 他在解決問題 他在說的過程中 其實在解決 聲音是個住院 或者是他在說 念的時候 是跟眾生裂結的 跟眾生是同一體的裂結的 不斷地在裂結 這個裂結 拿聲音來裂結 而不是在裂一篇稿子 但是這個 這個並不是說 坐在那去刻意為之 是平時 平時在行為上 就要達到 他根本 就是他不關心這個 事件的眾生怎麼活 他只是 覺得陳若陽算是對的 他覺得這個世界 是一個惡的東西 我是個善良的人 這個世界有邪惡的 但這個世界的眾生怎麼活 其實跟我沒關係 我累死了 就沒有 就是想做一件事 但是不是樂 這個世界的眾生怎麼活 跟我們沒關係 但是我想做一件事 我想做一件 比如說二姐說 我想做一件事 比如說 把佛學的東西唸出來 把儒家的文化唸出來 把石道儒善家 我只要認為好的東西 我就用我的聲音唸出來 這個跟我發躍 要用我的聲音利益眾生是兩碼式 我沒有其他能力 我是一個播音員 那我的聲音很標準 我可以總卻流暢地表達重點 表達一陽動錯 而且 那麼我發躍 我有我的聲音利益眾生 你知道那是完全不同的 還是我 我也我只是想把好的東西 給大家分享出去 那個分享也是可以的 但是聽起來就沒那麼 射送 射送力沒那麼大 但如果他有自己本身帶著樂隊 那就不一樣 那聲音是完全不同的 同樣很標準 但聲音裡邊帶的頻率不同 震動也不同 因為心啊 這裡邊正啊 那怎麼能相同呢 這就是播音 我覺得我不懂播音 我不知道聲音怎麼發音 不知道怎麼斷絕 但我有心 你知道嗎 你也有心 就是而且有心 就是心不一樣 大家 念佛學的去讀佛學的東西 這個才能打動人 你的東西才能很多人受益 否則大家很多人也看 你坐得花哨一點 又有人看 因為大家早上嘛 你編得花哨一點 但是看完了過去 看完過去 一點痕跡也丟不下 腦子裡沒影響 就覺得哎呀 演得挺好的 挺好的 編得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就過去 樂力 動力 熱情 而你知道一個人 要發願的時候 要發出一個樂力的時候 就像 本靈 當一個人真的發願 去利益周生的時候 或者是要把自己的東西 要把佛陀的東西 介紹給這個事件的時候 你知道他第一次 他首先應該做的是什麼 他每天從早到晚 他的每一個念頭 已經不能盯住自己了 每一個念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身體怎麼樣 看自己的情感怎麼樣 看自己的家人怎麼樣 看自己 他已經完全的去 要把這個東西 全部融入到佛陀的智慧裡去 去做 一個盯住自己的人 是完不成這個大願的 你能夠在意自己的得失 甚至不能在意自己的心症 甚至都不都要放下 你才能擔心把佛陀的這個智慧 可以傳播去 下一個忽悟的去把它放出去 去另一邊 盯住自己 算計自己的話 不行的 這叫大願 大願跟大行啊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開始受孽了 否則 我們花裡活著 我們做點片子也沒問題 憑我們的大家的智慧說 拍一些小短片啊 做一些事情沒問題 大家看 是也說 哎呀挺有才華的 挺好的 挺有智慧的 姐姐的也不錯啊 挺緊湊的 看完就像看 韓國偶像劇一樣 過兩天就忘了 知道吧 看的時候 也許有一天很轟動 你拍一個好的 但是呢 沒有印象 而且在寫的過程中 大家也流了一眼 過去完了 就像看 看偶像劇 等佛陀的智慧 那樣也是一種傳播方式的話 我也沒問題 那樣 大家說吧 佛陀的智慧明天拍這個偶像劇 我覺得那也蠻好的 是不是還有 還能加點東西 就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讓它 拍得圓滿一點 那樣也挺好吧 已經不錯了 再圓滿一點 就是這個發心上 再去想一下 有些東西裡面還帶著很多的東西 只是大家看表面 我看內在的東西 就是到底我們做的這鍋飯能力 利益到別人嗎 我們做的這排菜 說法的人已經多如牛毛 做這些事的人 視頻已經普天蓋地了 就是究竟什麼樣的視頻是 佛學的東西 究竟怎麼樣去拍 怎麼樣傳播 我覺得這個是要發大躍的 代理 你要想在這方面做出成就 是要發躍的 而且要眼光看到很多 看得很遠 你看 其他一些這些 你放出大院來 然後去努力政治 你才能擔當 然後那個大片才能出現 明白吧 然後有才能的人才會揮聚 好多事情不是一個人完成的 但是你沒有閱歷 沒有人聚在你手下 這個是閱歷的問題 你真的在做什麼 這就像佛陀唸能言的時候 他在這兒唸的 他涵蓋的面就是這兒的 你要在這兒唸的就是這兒的 那佛陀每個東西都是圓滿的始法界 但是他為啥在這兒 他還要實現一個像 你發多大的願 你就做什麼樣的片子 射受什麼樣的人才呢 你是想做一些很高成就的東西 因為在你心中佛陀的智慧太高了 但是高跟低怎麼結合 因為本來也在 這就是我們的心如果是無量無邊的虛空 但是又沒有時空的時候 那時空就也可以是一個點 也可以當下 無處不在就是倒下這一處 無上正等政卷最高的也就是最低的 但是怎麼把這個無上正等政卷 這個最高的智慧 用最低的吃喝拉扎稅 這人道的生活來去體現 這個主要是正量的 第一是正量 第二在界定上要很圓滿 這簡直就是藉著那虛米的境界 你怎麼在吃喝拉扎稅裡邊在人的 因為你要視線無上正等政卷 你用的是這個世界的攝像機 你用的是這個世界的技術 你用的是這個世界的人的頭 你用的全是這個是人道的資源 而你想才述的是超越路道之外的 就是真理 你超越的真理 就是這個東西 你用的人道的就是說很小的 你感覺很有局限性的一些東西 要涵蓋宇宙的真理 去表達宇宙的真理 要把佛陀的智慧視線出來 我以為把戒指納去 我以為最頻繁 把最高的跟最低的 成為一一樣 你知道那個導演要需要多高的智慧嗎 這個導演肯定是個成道者 要麼他就說好有大願 那大家諸佛菩薩聚集 祝他一筆子裡 你的閱歷不夠 哪有護法的祝約過來 這個也是我也在反省很多東西 閱歷啊 閱歷跟行是一起的 你到底在做自己的事 還是做利益所有人的事 這蠻重要的 你要想 又利益到別人 又去做一件 真的是真正做一個好的東西 的話 記下心來 去觀察 觀察沒有最好這個 不要在頭腦裡空下 其實所有的難處在於 你自己有卡的東西 當我們自己不卡的時候 一切就不難了 你如果圍著有些自己 其實對你還有人道德思維 這樣圍著轉的話 誰也走不出來 你要先走出來 才能揪把所有的 你的家裡 一定有一個要走出來 家裡邊不滿 你的兩個姐姐都很有才華 你的姐姐你的父母 其實他們都很 但是他們空在哪裡了呢 你要走出來 你要走出來 要發大樂 拋下所有的名利 拋下你的 甚至對自我情感的完善等等 什麼都得跑 都得說 這個樂才能成功 真的把張牌裡都拋掉 扔掉 正如無聲啊 你生生世世都沒生過 你才能正如無聲法人啊 你有一世認識你 你不錯啊 哪一世都不是啊 正如安住在無聲法人的基礎上 行大樂 發大樂 行 你就做出東西 你跟新華不同 你們倆的角度很不一樣 新華是想約他在鏡頭拍一些東西 他拍一些東西 你是想做一件事 用視頻做一件事 其實用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 來去做佛學的東西 都需要有戒指拿許民的崩利啊 比如說新華他去拿一個人世界的那個視角 想要拍一個涵蓋佛陀智慧的東西 拍一些能夠震撼到人們心靈的東西 你知道你這個東西是多麼的有限嗎 就是他的高度都是有限的 他的那個焦距的長度都是有限的 你到底從哪個角度能涵蓋佛學的東西 首先你的視角是圓滿的 你的視角是圓滿的 你怎麼拍也對 你每個角度都會震撼到別人 每個角度 怎麼拍怎麼想 每個角度你抓拍的一定會 比如說新華是要聞思心 不斷地聽 不斷地思考 配合修正 你就會找到一些角度 但是百零呢 大月大行 你要想做一件事 大月大行 你就是個故事 你自己就是一個故事 一個行者的故事 你們一家就是故事 不是演員 拋開家人的影響 拋開所有人的影響 不是讓你捨去家人 是拋開他們對你的影響 去大行大月 拋開家人 家人的情感對你的影響蠻大的 就是讓你捨去捨去這些情 他們影響你 你的心靈有寇貓 有隱隱約約的 有姐姐們 有父母 有這個世界隱隱約約 從這一層一層在影響 然後有分別念 放下這些東西 容容不動安住在放野世界 把你的眼睛 從家人的所有的一切 去開闊的看到這個宇宙 看到這個世界 不影響你回來關心家人 你關心得更有力 更好 打開自己 打開張百靈 不要在意百靈的得失 不要在意百靈的喜怒哀樂 不要在意百靈的情感 不要在意百靈 先不要在意百靈 然後先看這個世界 看眾生 不怕的 那個時候 佛果就來了 你不要張百靈佛果就來了 是不是 要張百靈佛果來不了 哪怕你有威脅的 一絲的在乎都不行 張百靈都在那 卡著 折迷 我會把你拍下去 你別留下來 你坐在那裏 我會說 你坐在那邊 你穿呢 你穿那樣 你穿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